各位欢迎来到这里拍摇 英国脱欧谈了三年多 可算是在今年一月份达成协议了 英国正式脱欧了 从此英国的经济 英国的政治跟欧洲大陆脱钩了 欧盟你们自己玩去吧 我们再也不背你的包袱了 这回归了英国几百年来的政策导向 几百年来 英国就特别愿意自己孤悬在大陆之外 充当一个脚屎棍的决策 挑逗欧洲大陆的各派互相斗 自己从中逾利 英国从来就是一个岛国 而不是一个大陆国家 既然政治经济离开大陆了 那么还有一支力量也离开欧洲吧 就在本月20日 英国的军事力量也正式宣告离开欧洲 本月20日 英国驻德国的一个军事基地 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降旗仪式 英国国旗缓缓的降下来 德国国旗慢慢的升上去 英军正式把这最后一个基地还给德国 除了剩下一百多个文职人员之外 英军正式宣告离开德国 离开欧洲大陆 从二战算起来 英国在德国驻军已经75年了 是的 这段历史我们基本还都记得 二战结束之后 德国是战败国 四国占领德国 苏联 美国 英国 法国 后来又形成了两个德国的分裂 柏林墙的筑旗 冷战的开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 虽然是越来越衰弱的 但是他一直在德国驻军 一直是一个战胜国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柏林墙岛两德统一 英国开始慢慢减少 他在德国的驻军数量 到了十年之前 大概只剩下两万多人了 这个时候 随着德国统一之后 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 德国慢慢掌握了欧洲大陆的话语权 到今天 欧盟的领导国 那还是德国 虽然说德国在军事上是个矮子 是个战败国 国土之上 有英国驻军 有美国驻军 但是架不住人家政治经济力量 不断的抬头 而对于英国来讲 驻军从十年前开始 就已经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了 两万英军是越减越少 越减越少 一直减到今天 终于把最后一个军事基地 也交还给德国了 有人说 英国脱离欧盟 很大的一个考虑 就是经济因素 一方面 英国经济本身自己不太好 另一方面 又感觉到 每年要白给欧盟一百多亿欧元 这个钱花的不值 浪费了人家的财政支出 所以脱离欧盟之后 这个包袱甩掉了 经济可能更好 确实 英国经济这些年来不太好 突出体现在军事装备的更新上 都很差 你想 曾几何时 那是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 日不落帝国 全球各地都有驻军 可是到今天 连在德国的驻军 都要主动撤回来了 对于英国来讲 一方面他确实已经不是一个领导国家了 另一方面 能撤点军队 能少花点钱 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领导世界的责任 那还是交给美国老大哥吧 英国可拿不出美国那个勇气来 美国说了 我在你日本 我在你韩国 我在你德国驻军 我驻军我是要来挣钱的 我不但自己不能花军费 你还得多给我一辈的钱才行 英国拿不出这个勇气来 你愿意在德国驻军 好了 我德国政府允许你住 毕竟我是战败国嘛 但是吃喝拉撒睡 所有钱人得自己拿呀 不但我不能给你钱 说不定你占用我土地 你还得给我点钱才行呢 所以对于英国来讲 既然也不争什么领袖地位了 那干脆把军队撤回来 未尝不是个省钱的好事了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吕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吕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